新门町红楼前冲洗地板 象征洗刷万华区 在疫情期间受的委屈 跟着作家林立青 以及民间团体人声百味 个头娇小的议员参选人吴宜轩 用另类方式深入选区 但想让选民更有记忆点 需要响亮的头衔 就像我的文轩 上面就印着主播问证 万事OK 那他们一看到你 然后上面写主播 他们就会很有印象说 哎呦你主播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选民 打开新房的一个互动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只是这个选区 可不止一位前美女主播 要来挑战 哈喽我是主播洪婉珍 你也可以叫我查婉珍 请大家多多指教 洪婉珍之前是立法院长 游席坤的幕僚 曾经在电视台工作多年 不管背心或文宣品 都特别强调主播称号 那当然现在如果说 多加了一位主播进来 或许我们的形象上会有重叠 那真的对我来说会 呃会紧张 真的会紧张 主播跟主播之间 我觉得就是越多人来这个地方选举 越多人愿意投入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新人 大家都是从基层开始 大家都从零开始 那我觉得我有自己一步一脚印 所以没有什么不平衡的问题 主播变成选举刺客 国民党也锁定几位人选 在新北市就有现任市府副发言人戴湘怡 传出有望以侯家军身份参选板桥区 另外还有郭代宣宣布选新庄区 虽然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 但未明说是不是要争取提名 看得出主播问证 肯定是话题保证 东森新闻女士琪李立珍 在台北新北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e 彼此信 Love 不嫌 more 一起到现场做爱心 Good day 有爱 大声唱